热情民众又是送肉粽包子又是送凤梨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 来到士林区华融市场人气超旺 现场动算喊得正天响 不过反观党内自家人却是唱衰姚文志 前一天民进党前主席许姓良 不只表示台北市长柯文哲 很像被称为民进党精神领袖的黄信介 更脱口柯文哲当选已成定局 其实徐信良是我们迅速中学的老学长 我后来发现我跟黄信介如果相同的地方 是比较随合的 我是阿伯给你上 这个语言听听就好 2014年的三个月选举的三个月前 如果那时候大家看民调 那也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时候的郑文才没办法当选 那但是呢后来他当选了 对于民进党大佬的看好 柯文哲轻描淡写 姚文哲则是搬出桃源市长郑文灿 高EQ回应 但引发议论的还不止这一桩 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 日前发文讨论台独议题 被外界解读是帮柯文哲背书 姚文哲也在脸书帮忙换夹 Freddy本来就是 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长期就是追求 这个台湾的主体价值 台湾主体性 我们都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不要被一时的网络的声量 或者是网红 或者是明星一样的市长 所阻碍 不担心时代力量向柯市长靠拢 姚文志不只主动释出善意 更暗酸柯文哲 把握话语权 要在台独议题上稳固绿营基本盘 欢迎新闻赖伟帆黄云廷台北报道 欢迎新闻